大家好,我是Pan 今次跟大家分享Sony P2Z 16-35 四光圈电动面照镜头 跟旧的分别已经很明显 无论成像方面和重量方面已经很明显了 在成像方面,网上很多评测已经说了新的比旧的比旧的 而我自己用了一天之后,感觉是新镜的四个暗角比较少 而且它的变形没有那么多 在旧镜方面,16mm的暗角都非常严重 再加上我真的有放测测,会更加严重 而变形方面也很厉害 它是找不到直线,每次都要修正的 首先看旧镜的16mm,好像找不到直线 这张是16mm的新镜照片 这是16mm的对比 新镜会拍得比较多,而且会没有那么变形 放大舊鏡的左下角100%看看 再放大新鏡的左下角100%看看 兩張相片比較之下新鏡好很多 看看舊鏡的35mm 再看看新鏡的35mm 這個是35mm的對比 你會見到有少量鏡頭修正 舊鏡35mm放大左下角100%看看 放大新鏡的35mm左下角100%看看 新舊鏡對比左下角100%看看 同樣很明顯會見到分別 在高度上很明顯分別 重量很明顯的分別 但正面分不到 大家都是72mm一樣 重量方面 舊枝是比較難平衡的 如果我裝在A74或A73上面 都會有向前的感覺 就不太好 拍片的時候穩定度會差一點 你用的力量會多一點 這個就不太好 另一樣就是伸縮鏡頭 它會伸縮出來 那就真的一般的伸縮出來 最重要是 新鏡比較輕 就不會有對前的感覺 重新是回到相機那裡 這個非常之好 而且它不會伸縮 還有有電視頻 這個非常之正 裝上FX3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可以放進和放進 所以拍片是非常方便的 A74是沒有這個 也不是沒有的 但沒有這個按鈕在前面 所以差很遠 接著做什麼? 可以移動的話 就可以多點移動 嘩! 正! 現在試一試舊鏡手動變焦 多點移動 看看效果 再試一試 新鏡的電動變焦 多點移動 又看看 再看看兩支鏡 多點移動的分別 兩支鏡的對焦速度 我不是明顯察覺有分別 所以我就不重點去說了 新的鏡頭有三個控制環 一個是對焦 一個是變焦 一個是光圈 我暫時變焦環都還不太熟 舊的鏡頭因為機械色 新的鏡頭是電子輔助 鏡身的變焦控制器都不錯 感覺上是無段變速 FX3的推光式只有兩段 慢和快 不同的影片機 可以慢一點 無段變速 這個可能會差一點 或者你都可以用Sony的遙控 但都是只有慢和快 速度也可以在機身設定 FX3裡面有1-8的速度 你可以在裡面調校最慢和快速度 用哪一隻 在變焦速度 你都會看到兩種調校 一種是準備的時候 你會調校多少級 可以在這裡調校到 在記錄的時候 有什麼速度都可以調校到 Sony的遙控有兩段變焦 但都可以在機身調校 有一個慢的 或者一個極快的 你會感覺到是兩個速度 去到最近對焦距離 兩支鏡其實都很接近 但不知為何有明顯的差距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到 相機的位置應該是接近的 究竟鏡頭伸出之後 就會比較接近主體 在對比之下 新鏡會拍得比較闊 左右多出來很多空間 新鏡在35mm最近對焦距離是0.24 比舊鏡更近 在對比之下 你會看到它放大比率會比較高 發現新鏡 無論感覺和遠攝都會比較優勝 最後也說說光圈環 我用28135的時候經常用到 就是由室內篇到室外 或者由室外篇到室內的時候 收光圈和開光圈的時候用到 畫面會比較流暢 用一支燈射一個 這邊比較光 這邊比較暗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很大的分別 這是機身轉盤收光圈 如果用機身轉盤 你會看到一格一格的收暗 這是鏡身光圈環收光圈 如果用光圈環 你會看到漸變式打開光圈 或者收暗光圈 再示範一次 批鏡由光去到暗 這就是很明顯的效果 如果用機身轉盤 就會聽到卡卡聲 如果用光圈環 就沒有卡卡聲 而且很流暢 在穩定器方面 它比較平衡 就算我暖動 以前的機身轉盤 會打卡卡聲 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它有電視頻 就不用多加個摩打 設定上也比較方便 直接在前面的輪圈 就可以做到 放入和放入 這部分就非常方便 因為它輕了 你可以嘗試用它來拍Ford 但相信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都是有一定的重量 我想你拍完這個Ford之後 這個手掛有這麼大塊 因為它都應該挺重 先量一下多重 這個設定應該是超重的 2.8kg 應該比你拿著G7200 加一個A74來拍Ford 所以都是純粹開玩笑 下面這個折環 可以做到一個zoom in 和一個zoom out 其實很方便 也不用太麻煩 加到東西在前面 變成可以單手做完所有東西 連錄影鍵都可以 一按鍵就可以錄影 那就非常方便 那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我會多了用Gimbo 因為之前我用28-135 用RS 2就會非常重 那我就不會用它 因為合起來都4.5kg 所以現在我的機會 可能用多了它 只是2.5kg而已 以上這些就是用了3天之後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本身16-35我當鏡頭蓋這樣用 基本上每天都會用得到 或者是隔天用得到 所以感受非常之大 其他鏡頭也可能需要少時間發現 但另外這支新的鏡頭 我就拿上手 很明顯就知道有什麼不分別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好 其實不好就沒什麼 純粹是操控上面我要習慣 還有一些按鍵多了 就要少時間適應 還有變焦和對焦一定要適應 因為它的電子 所以就要感受一下 重量方面我就開心 因為真的平衡到 還有我做了一個不用用Stabilizer 去Pan鏡的情況下 是穩定了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鏡身重量問題 還是平衡更加好 所以做得更加好 這可能之後再感受一下 如果再找到其他好處 或者優點或者缺點 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吧 總括來說 今次換鏡是非常之開心的 亦都沒有買錯的 那我就覺得 不要說推介 但我覺得這支是好過那支 就好像A7-3和A7-4看起來好像沒有分別 但你用上手 是很明顯你會繼續用A7-4 覺得它會沒有買錯的感覺 就是這樣 好啦 今次的分享到這裡了 下次的分享再跟大家見 好啦 拜拜